新材严选 生活精品 朋友们好 我最近在看一些日本的家具网站 还有我们手游上新收到的家具厂商的目录 那都发现其实日本的厂商一直在推广他们所谓的国产材 我们知道日本森林的覆盖率大概有70% 所以他们的森林资源算是丰富 最近因为国际上的原物料也大涨 像橡木 葡萄木大概就涨了将近40% 那这种涨幅就会影响到厂商的成本 那也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终端的售价 那所以其实发展国产材的运用 其实是对这一方面有很大的好处 其实也不只是成本的降低 其实发展国产材对国内的好处其实是很多的 就好像我们台湾木材的自给率不到1% 我们是相当相当低的 日本2016年左右吧 他们木材的自给率已经到达30几个% 他们曾经因为人工林的疏伐 疏伐就是疏密的疏 那砍伐的伐 因为人工林有时候种植比较密 那树木长大之后 那个间隔就必须要去调整 就把留下好一点的树木 然后生长比较迟缓的 或者说有什么问题的 他就把它伐掉 让那个间距扩大 那这个是一个人工森林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 叫疏伐 那他们人工森林疏伐的过程 有造成他们国产材的供给率降低 后来经过几年之后 在2016年 他们又恢复到大概自给率大概有30几个% 那他们是希望能够在2025年吧 自给率能够到50个% 可是你看台湾木材的自给率不到1% 日本的森林国土的覆盖率有70%左右 70多一点 那台湾其实森林的覆盖率也不少 在61左右 但是我们人均的森林就很低啦 我们才0.092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分配到的森林的那个面积 才0.092公顷 也就是说台湾地狭人稠 我们对于森林这种自然资源 台湾相对平均给每一个人相对是比较少的 那日本政府他们在大力的推广使用国产材这件事情 你去推广国产材 那那个林业也就会蓬勃发展 那林业蓬勃发展 因为你有销路 那里林业就会蓬勃发展 林业蓬勃发展对于环境的保护 因为这个我都提过 就是树木它可以固碳 就是把它锁在它的那个树木的树干里面 对于现在全球在节能减碳的议题 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如果说林业的从业人员 无力可图 就是我种这些树木也没有经济价值 那其实渐渐的就森林就会老化 人工林会渐渐减少 所以当国产材被大量的运用的时候 你的林业产业自然就会蓬勃发展 林业产业自然蓬勃发展 你对于国家的一个资源的提供 环境的保护 森林的永续经营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台湾在1990年的时候 透过法律的限制禁止砍伐森林 那我们台湾的自给率 木材的自给率就几乎归零了 几乎百分之百都是靠进口的木材 那台湾的森林从业人员就几乎消失了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绝大部分是国有林 公有林 那少部分的私有林 那我知道现在我们台湾的林务局是有在提倡 但是我觉得因为可能也荒废太久了 我觉得可能我们台湾的厂商对我们自己国产的素种 有什么木材 那木材的特性也都很生疏 因为你要利用木材生产产品 你对于木材特性的掌握度不够 那厂商就会却步嘛 所以可能我们台湾的木材加工厂的木材来源百分之百 可以说是百分之百都是从国外镜头的 我们厂商对于国外木材的特性反而更了解 所以这个是有待于政府的提倡 那让我们国内的消费者能够了解我们国产木材的特性 然后就可以诱导这些森林从业人员在投入这个产业 像我们之前代理的 高山地区的产业他们有一款就是利用国产材 他们算是做得比较早 但是因为他们用的那个是属于软木 应该是一种山木吧 日本的一个山木 比较不适合拿来生产家具 所以他们就发展了这个压缩的木材 好像压缩到只剩下四分之一 所以它的密度变得很高 那就可以拿来生产家具 那如果说我们自己能力所及的话 我也希望以后我们跟设计师合作的产品 能够用我们台湾自己的国产材 台湾的国产材老实讲 我们也不是那么了解 那如果说真的要使用的话 就像我说的 其实大家以家具来看 大家还是比较认识 橡木啊 胡桃木啊 橘木啊 这些的 但是台湾其实有台湾的橘木 还有台湾的乌星石 这些都是硬木 那还有 当然台湾 台湾大家最知道的什么 红块 但是那个是软木 香山啊 萧南啊 这些都是软木 那这些是不是我们也可以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发展 这些材料的运用 我目前是 还没有什么想法 但是如果说 但如果说台湾的橡丝木 或者台湾的橘木 或者无心石 这些硬木就可以直接来使用 至于台湾的软木 可能要看看吧 因为那个压缩的技术 我相信台湾是没有 那另外我也看到一份资料 就是日本的一个建商叫祝友 他打算利用一种材质 木材的加工的一个材质 叫做CLT 中文名字叫 直式集成板材 直式集成板材 这种东西是从欧美那边发展起来的 那日本就有派人去学习 那可能他们现在也已经有发展这个板材 台湾应该也开始在注重 这个直式集成板材 据说它的强度 还有使用上都非常的方便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建商 祝友这个建商 他预计在2042年 要用这种板材来盖一栋大楼 75层楼 所以这个是很难想象 用木材就可以盖一栋 75层楼的大楼 据说他们去评估吧 就是说住进去就会不想离开 因为人在比较多木材的环境 其实是比较舒服的 我们现在住在这种 钢筋水泥的环境里面 其实我们可能久了没有感觉 可是当你有比较你就会有感觉 就是那种小木屋 你住久了 其实对人是比较健康的 那总而言之就是科技不断的在进步 这些自然的材质 经过人工的加工之后 能够做到更广泛的运用 那台湾在这一方面 也应该要赶快的来推广 来开发 来研究 那我们人为利保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 当然我们第一件的设计 因为疫情的关系一直厚颜 那希望有成功的合作经验之后 那往后我们也可以 在了解台湾的国产材的特性之后 我们也可以跟厂商要求 我们要用台湾的国产材 好 大致上是这个样 那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里 就是希望大家在选购商品的时候 如果可以有木材材质的 那大家还是尽量能够选用木材材质的 对环境 对讲同观念 对国力 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 都会有正面的帮助 好 谢谢各位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